第七十五集 金鸡山 上回说到 西书独自抵挡地狱拳 让马四海等人脱身 自己一个没留神被扫到了地上 就在危难之际 马四海 邋遢道人和小江又反了回来 马四海和邋遢道人牵制着三头拳 小江扶起了西书 西书一见他们又回来了 有些不高兴 不是叫你们先走吗 师书说他有办法对付地狱犬 师书让你把我的魂移到地狱犬身上 然后用射魂灵操控 胡闹 这样做的话稍有差池你就会魂飞魄散的 牺牲我一个总比大家都死在这里要强啊 现在属我最没用 我也想出点力 小江一路走来 觉得都没帮上什么忙 说什么也要试上一试 事到如今 七叔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能放手一试了 小江好了没有 我又顶不住了 七叔让小江转过身去 自己则咬破了手指 在手掌上画了一道离魂符 念了几句口诀 冲着小江的背心就拍了下去 精光一闪 小江的三魂被拍出了体外 七叔又掐绝念咒把三魂引向三头犬 小江的三魂按七叔的号令 钻进了三头犬中间那个头的蹊跷之中 眼瞅着那个狗头的眼睛 由红色变成了正常的颜色 扭头咬向了左边的狗头 接着又咬向右边的狗头 邋遢道人一见起作用了 忙伸手入怀掏出铜铃 一边冲着三头犬摇铃 一边念起了射魂咒 三头犬冲着邋遢道人就扑了过去 邋遢道人心说失策了 没射住啊 结果三头犬并没有咬他 而是站到他的身前 向他低下了头 成了七哥 大伙全跳到他背上 让他带咱们冲出去 邋遢道人招呼七叔等人 快骑到狗背上 七叔把小江背到了背上 说是再往前走 就该到金鸡山了 比恶狗村更为凶险 把小江交到马四海手里 他不放心 带七叔小江 马四海全都上了狗背 邋遢道人手摇铜铃 全都坐稳抓紧 要走了 魂随灵动 听我号令 起 邋遢道人操控着三头犬 向前狂奔 村中的恶狗紧追不舍 七叔和马四海不停地打退 扑上来的恶狗 三头犬更是横冲直撞 杀出了一条血路 所到之处 恶狗根本就不是对手 三头犬载着众人冲出了恶狗村 那些游魂也跟着一并出了村 马四海有些得意忘形 被七叔数落几句 心里有些不愤 来呀 狗崽子们追不上了吧 不要忘形 前面就是荆棘山了 凶险得很 鸡有什么好怕的 敢惹我我就把它炖了 正好我饿了 出了恶狗村 三头犬一路飞奔 冲上了一座山顶 就是七叔说的荆棘山 那些游魂也紧随其后 都把身子伏低一点 来到一处树林前 七叔让大家小心戒备 就见树林一阵晃动 有东西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地面都为之颤动起来 树林之中走出来的 是几只个头奇大无比 羽毛绚丽的公鸡 这 这也太大只了吧 全都做完了 我要冲过去了 马思海这才明白 七叔为什么那么紧张了 邋遢道人让大家做稳 猛摇同龄 要带大家冲过去 锦羽大公鸡冲入油魂群里 如同啄米吃虫般 把油魂啄进了嘴里 一只锦鸡冲着马思海咬了过来 被马思海一箭挡了过去 挡开了眼前的一只 打从身后边又冲上来一只 锦鸡的爪子如同铁钩一般 向着马思海就抓了过来 马思海想躲 可在狗背上行动不便 肩头被锦鸡抓了个正着 师父 马思海就觉得身体离开了狗背 被吊到了半空 感情这锦鸡不光体型巨大 还会飞 这鸡 这鸡怎么还会飞呀 马思海被吊到空中 盲向七叔求救 七叔截了一个法盾 推向了锦鸡 砰的一声打在锦鸡的屁股上 打得财雨纷飞 锦鸡吃痛 爪子一松 马思海的身体直坠而下 下落之时 正落在一只锦鸡的背上 要不然飞摔它个长穿肚烂不可 锦鸡的背上突然多了一个人 受了惊吓发足狂奔起来 马思海是奇迹难下 被驮着向前飞奔而去 冲 冲 冲 邋遢道人一看也急了 摇着铜铃操控着三头犬 在群鸡之中蜿蜒前行 把群鸡都甩在了后面 可再往前跑 已经没有了去路 宝福 前面没路了 三头犬来不及驻足 从断崖处一跃而下 跟随而来的那些游魂 倒是停住了脚步 可又被追赶上来的群鸡 给逼下了断崖 所有人都呜呼哀嚎着 掉了下去 到了这会儿 有多大的本事也不灵了 只祈求能死里逃生 好在崖底还算平坦 三头犬率先着了地 伴随着一阵古断金折之声 三头犬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摔死了 好在有三头犬作为缓冲 邋遢道人和七叔也摔得不轻 可并不伤及性命 三头犬已死 七叔让邋遢道人 快些把小江的魂收回到体内 伯父 快把小江的魂收回来 邋遢道人摇着铜铃 咽了几遍招魂咒 小江得以三魂归位 醒了过来 看到小江无恙 七叔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了 这才发现马四海 并没有掉下来 看到马四海在哪了吗 几个人正要找 就听见马四海在头顶上大叫 快躲开 他被锦鸡带到了空中 费了好大的劲 斩断了鸡头 跟锦鸡一并摔了下来 好在只是沾了一身鸡毛 人并没有受伤 我还以为我死定了呢 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四个人都没有受伤 真是万幸啊 马四海正要感慨几句 又愣住了 手指着远处让大家看 师父 你们看那是什么地方 众人扭头一瞅 在不远处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城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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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